今天早上去台灣都不順便回來了 其實不是走路的 我去看看環保餐具的 都會回來的嘛 你記不記得在這裡嗎? 在哪裡? 一個禮拜的 她是昨天晚上九點半 發了一個訊息給我 那個訊息是說 發生了一些事不回來了 家裡的密碼說什麼什麼 然後就說真的對不起 然後她已經欠我四個月沒有交租了 然後我今天早上去太子的店鋪 然後她的員工都找了勞工處的人都在登記 最近一次追她就說 最後一次的啦 我20號會交完 20號我會拿完資票去銀行進入 然後20號就看到你們的新聞 然後有另一個供貨商給她的 都說欠他20萬還沒找到 其實我一看到你們的報道 我都知道沒可能的 因為我自己也是開餐廳 有什麼可能會去一個地方看餐具 沒可能的事啦